台東縣運會11月22號定期會進行憲政總質詢 馬師債 你台東啊 你不帶你 說明一下你處理的情況 謝謝女演的關心 有關這個A進法的事實 這次相當很方便 其實我們成功跟衛生所 因為上次報章出來的時候 是因為他們都被停業一年 所以這個事情呢 我們再給女演發告 其實成功衛生所的業主任 他是從基督教育院 就從胎炎醫到最後肯到成功之後 支援邊緣的力氣去服務 他到那邊去服務到衛生所去的時候 他的病人從一個月三十幾個人 到一個月兩千塊 我們把南島文化解放在淡季 就是希望在淡季的時候 還可以帶一些觀光客機來 前天晚上我在都蘭 我突然從來沒有這麼多人過 我有上台我就問外地來的請舉手 快要一半了 很成功 那昨天晚上我在洛神花季 要進攻去洛神花季 那也很多外地來的人下去一起跳 所以這個我想就是要達成我們的目的 就是我們 沒有 我們已經來進去 現在你覺得是什麼 到你這邊 你的程序如何 我們收盡之後 我們會看是哪一個局處要負責的 比如是 像社會處立案的民間團體 我們就要會 我們會 都會一定是在兩天內要會 會到 然後會我們這邊 我們在成立場來辦理 我們現在盡量 時間都少了 因為有一定的時間像公文啊 像普通的 我們公文人員辦公文 有普通店啊 有宿店啊 有警示店啊 對於縣內的事務也由質詢議員 來進行一天的議程 縣府人員進行質詢 以上的新聞是由張宜成在台東的報導